好 我知道 欲言又止非常难受 但是你在控制也好 好吧 我现在开始了 好 怎么还开始按着笔记来 好 首先一次全量的被骇 是吧 我们可以叫叫那个名字 叫贽死 ok不 然后是- theory back AC olare 然后是 bye 下 来,我复制上午的那个,复制上午那个机会上就行了,是吧? 就这个吧?啊,行,就是这个 为了,那什么呢?我把原来给它干掉,好吧?我这次就不用起来,我就用出它了,好吧? 我整个,这个我,我今天中午的想一想,我挺后悔的,不应该这么干 嗯,小心看这个目录,是不是有的? 好,那现在,我备份的,并且我的服务是启动的,我叫被死,好吧?基础 好,现在是备份完了,OK,备份完这就放那了,没有什么问题了,是吧? 它自己如果有产生了事件,它就会自己记轮了,好,那现在,为了演示的这个效果呢? 我就模拟一样,往里边停加一些数据,或者怎么样? 参加一个,比如说,看什么? 这没啥可看了吧? 一会再看一样,不同的目录 对,不同的目录,每次备份都是不同的目录 好,没有db1,db2,db3,是吧?我们就创建一个啊 好像admin是不是也只能,也能创建啊? 刚,这个参数不确定,入点是吧? 他执行命令都行,咱试一下啊,看见吧?比如说show,data,bases 那就不支持呗 登陆上,好吧 嗯,其实呢,我不想登陆,我现在告诉你一个 咱们,咱们,呃,学社编程呢,会有这个啊 买cycle-u,root,是吧?-p123,你写上一个-e,一会儿一起来 后边写cycle一句,就能执行了 嗯,care,beta,base,db1 哦,我想想这种空的啊,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备份了啊 不知道会不会给备份了 应该有 嗯? 原来剑了个表 没有,它是空的,咱试一下吧 万一,万一不执行了,咋办啊? 嗯 其实不是剑表,这已经写过,呃,执行完了,这只是一个警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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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增加数据是最安全了 嗯 这样说具吧,好吧 然后呢,我们去,好,这样吧,我打开两个终端,少了麻烦 嗯,这样看着也比较清晰 好,mysiper,这不在登陆上,好吧 fgo3 现在要干啥?增加数据,是吧? db,是不是有db3啊,db1啊,好,就依他为例了,好吧? 然后是create table,比如说te,然后呢,就是id,inter,没了,好吧? 然后insert,into,然后是te,好,行,就,行,再来,还来吗?行吗?没有了,嗯,好,增加数据了,是吧?那现在执行增量备份就行了,对吧?我们模拟他,增量备份在这等于执行, 好,增量备份这里边是这个,好,增量备份是这样的,backup我没有提,前边还是一样的,然后呢,目录你是不是要,不是,目录是不是要指定另外一个,嗯,就简写行了,inc,其实无论你其他名字无所谓啊,好,注意, 你是不是要参考上一个,上次备份啊?上次备份是不是能基础那个备份啊?就加上这个参数可以吗?加这个参数,叫指定那个目录,指定这个目录,OK不?是这个意思吧?好,那复制也啊,好,之后呢, 这都没问题了吧?嗯,敲一个 嗯,backup是吧?要是inc是吧?好,你会发现这东西都有是吧? 是不是啊?是不是原来也有啊?但是他记录了东西呢,这只是一个完整的,为了恢复数据而已,为了准备数据而已,啊,他也不管他,容量肯定不一样, 嗯,不是,放地是吧?一个8,一个9,增加了一些是吧?啊,先不管他了,不是,这不是,哎,哪个是容量啊?这个是容量是吧?先不管他,好,那现在来继续,这个是增量备份,好,多整几, 整几次,好吧?切过来,然后再去增加数据,好吗?这是3,4,5,好吧?又增加了三条数据。那是不是啊?还是在执行第二次增量备份啊?第二次增量备份,这个,最后这个,看这个,参考是不是上一次的? 上次是不是他?RCE,啊,放这儿,那这次是不是叫一个,换个名字叫RCR,可以吧?是,是这一次吧?对,啊,挑一个啊,参考上一次的啊,参考上一次啊,我懒得敲命令了,我就改了,改了一下啊。 OK,好,此时,我再去改数据,我再去添加数据,然后我也补备份了,结果出问题了,这个参加数据,能不能恢复回来? 对,这不能备份的,这不能恢复的,你压根就没有备份嘛,你备份之前的,啊,这是一个,就是缺点,啊,给你弄一个五十八六,啊,六,啊,先就设置一下,就行了。 好,现在我们是可以模拟这个,把这个数据部,啊,当掉先啊,先,防止他有问题,sys,就模拟了吧,stop,停换之后,是不是可以给他删了? 嗯,杠RF,注意,是一个斜杠新的吧,目录下,你不能把这个目录干掉,啊,干掉你还得继续弄,好,那现在,上完了之后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准备,准备,准备数据了,好,准备数据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准备数据,要加一个参数,模拟增加数据,增加数据, 可以使用另一个,准备数据,准备数据,好,就是这个参数,oplay log, gone only,啊,就这个,阻止,那个,叫做什么,回滚,啊,阻止,好,现在是不是总共有这三个,啊,啊,这个图留着很多,就是刚才给你说过的,这个,好,我们第一次先准备,是不是基础的, 就你,你必须按顺序来,啊,必须按顺序来,好吧,好,准备这个,一定要加这个参数,可以没有,这个参数该加加,但是一定要加这个参数,就阻止,世界回滚,啊,世界回滚,这是一个续航符,是吧,有可能到你那会报错,然后这样,你可以,敲,你尽量去敲,好吧,这个是不是这个参数啊,好,那下面呢,来, 之后呢,你要指定一下,你要,还是是不是要指定一下,你要,准备数据,准备哪里的数据,是吧,指定一下,这是第一次基础的,啊,先准备一下,好,准备完了,是吧,好,该准备下一个,是吧,下一个时候呢,这个是不是还要,指定啊, 阻止之后呢,这个target的目录呢,来,我看,应该是,还是这个,我看,目录是吧,目标就是准备完,是吧,还在放这里啊,准备完的数据还放这里啊,是这意思吧,刚才我一画的图,是不是就那意思啊,把所有的准备数据都放到,基础那个文件夹里边,弄完之后一起拷贝过去,啊,要准备,然后,但是,这是增量部分的,你要用这个参数据,指定, 增量备份的,目录,啊,好,BASE,是吧,然后用这个参数,我拍快了,复制了一个回车键,是吧,好,我给你看看完整的命令,就这样的,同样加这个参数,完了之后呢,指定,你这次的增量备份,准备完数据放到哪儿,还是放到基础的,目录里边,完了之后呢,你要指定一下, 增量备份的目录,就是它,好,那现在这是不是还可以,还有第二次的,那你这个是不是铁腕,这前面是不是还是不要改啊,所有的都放到这个目录里边,好吧,好,这一个,这是最后一次增量备份,是吧,这个,这个参数要干掉, 好吗,干掉,最后一次不阻止,让它恢复了,好吗,好,完了,好,完了之后,现在是不是可以拷贝过去了,拷贝过去,拷贝过去,拷贝过去是,刚才我删了,是吧,反正删完了,是吧,好,环境清空了,啊,这个,这个, 你先准备,然后再去删,也是一样,都行,这俩颠倒一下也OK,好吗,但是你这个,恢复可就不行了,刚刚被开了,哎,这是备份了,copy,copy什么,我忘了, 我找到一个,这个是吧,然后呢,你要指定一下,你的数据库,的数据主目录在哪儿来,数据库的,数据库的, 哎,就是你要,拷贝,拷贝到哪儿啊,你再告诉他,用这个参数指定,是吧,刚刚,给他,刚DIR还是DIR,刚刚DIR就没了吗,这么简单了,好,不止下,等上一个,你的配置文件显现的那个,好吧,啊,指定一下,然后呢,杠杠,他,就是他给的,是吧,你,你从哪儿开始拷贝过来啊, 就是,嗯,他给他,当DIR,等上一个,我去,我又,我又复制一个回车键,然后他又执行了,好,这是,backup,然后指定这个参数,开始拷贝,拷贝的数据放到哪儿,拷贝的,目标在哪儿呢,你要指定一下,是,这个目录一定是mycycle的目录,你拷贝在其他地方也没用啊,mycycle,数据存放的主目录,好, 现在这个target的DIR,指定,你拷贝的数据,从哪儿拷贝的,也就是trapup这个工具,原来准备好的那个数据,也就是这个基础目录,如今要指定他,OK吧,一敲毁车就行了,好,那现在执行完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该修改权限了,因为下部就要什么,接着就要做那个,启动了,启动呢,进程是mycycle,进程,去mycycle这个用户去启动了, 所以我们要给权限给了他,CH,嗯,mycycle.mycycle,之后呢,写个挖下,挖,行,杠他而且放在最后也行,这个,这share他支持这种的,有的是不支持啊,行,就这吧,嗯,没有问题吧,低龟了,是吧,嗯, 好,现在是不是启动的,嗯,启动,再看,ctr,好,没法做,挺好,是吧,mycycle,我们去登录上验证一下,这边是不是还在啊,一敲,哎,他又回,可以了,好,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查询一下,select the sync from t1,是吧, 六是不是没有,啊,六是没有的啊,我当时没有备份,一二三四五是不是都有了,哎,这这就是过程,老板,好, 看现在三个备份容量的容量是分别的,容量是吧,可以看看,咱这太小了,显现不出来,有可能,哎,不用感觉,他的原理是这样的,他不会, 不会给你兜备份的,这收据量太少了,你看不出来,嗯,不是,backup,是吧,行,是吧, 啊,四k,这是不是更少啊,因为收据量太少,你显现不出来,但是你现在看已经完了,他是把所有的都放到这里边了,之前我是不是看过呀,看过,但是,差不多太少了,问题是,太少,显现不出来,他增加了,有可能是他自己认为的一些东西,并不是数据的东西,你增加一条数据,你能增加多少量, 那三个备份容量是,差不多是三倍,什么三倍,嗯,它恢复过去的是,恢复过去,你现在恢复之后的吗,恢复过去之后,那个miceco下面这个,模样价里面, miceco本身的是吧,是这意思吗,这看不出来啊,不好看的,太小了, 你知道,根本你们看,这,这你不怀疑这个真的,嗯,这个不对,啊,是这样的,miceco, 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自己软件产生的,trap app这个程序要用的东西,它需要自己产生的这些文件,有可能已经超过这个数据了, 我们就不就插入一行几行数据,一二三四吗,你根本统计不出来的, 请你不要怀疑,它这个软件确实这样原理,肯定是这样的,说预量一大,绝对是增量备份,好吗, 看什么,什么,什么LSN,你说我直行,你说,你说,说命令啊, 哦,那个,哎,对,它并不是比对文件大小的,它是比不对它自己LSN的, 这LSN是音动DB,这事就会,就每次都会产生的,它就利用这个,好吗,我们去看看啊, 那就是k的呗,bass,trap app,趁值是吧,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in是吧,好,这样写就行了,一二, 一二,中间是不是没有分个符,你都是不考看了,啊,分出来,是不是这三个, 然后是不是这三个,啊,就这样了,然后还有这几个,看了,啊,是不一样, 它积累的位置不一样,嗯,积累的位置不一样,它随着变化的,啊, 一二,三零,一二六,一二六,一二六,四,这个看最后的吧, 应该是,一二五,三二,一二五,from,三二去哪儿了,啊,不是,不是整合的, 不是,这玩意儿它是记录了,这个bass是吧,没有,没有,整合,不整合这玩意儿, 我先看这俩,呃,数字太长,我都分不清了,一二, 啊,最后,是这意思吗, to last 30,23,已经增加了不少了, 然后是,主要是看这个,你的意思,这个没给它接上吧, 没有,是意思吧,它可能它在里边的机制啊, 整,整合者,整合数据,它这个自己用的,就是自己用的, 它不会整合改变这个,但是它里边的这个原理, 它是通过这个是记录的,比对的,比对的, 那究竟它到底从哪儿开始,有可能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它自己编的,不是它自己编的, 呃,我跟你说,有可能这样的啊, 我具体真没有研究太深,还是,我跟你说实话, 因为这东西是不是innoDB产生的, innoDB呢,有可能,并不一定是什么呀, 并不一定是,只创建或者修改数据时候呢, 它才会产生这个东西, 有可能它自己,数据库本身自己产生一些事件, 也有可能这数字在变,在变,在变, 如果这是一开始起头了,是吧, 再变,是不是再增加呀, 如果你下次再备份的时候呢, 是不是,你觉得应该从这开始, 它是从这开始检查的, 如果这此时没有对数据库真正实质上的改变, 那是不是从这开始了, 假如从这有实质性改变, 它说就从这开始啊, 这是我之前好像看过一段时间, 研究了,就是看到官网看过, 我没有仔细太深入研究这个东西, 你感兴趣的时候呢, 我一会儿再看看官网, 或者你自己去看看就行, 它这是一个参照物, 并不是它自己产生的, 这是innoDB数据引擎产生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中间它是不是自己在变化, innoDB呢, 一直在变化, 自己的变化, 如果中间没有, 只是一些其他事件, 并不是我们修改真实数据的事件, 它就不用从这开始了, 这个就减省了, 直接从改变数据这个开始, 继续走, 但这些检查点都会检查的, 直接都会检查的, 有时候呢, 如果之前快, 我之前确实实验过, 它两个是可以,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这是可以接上的, 接上的还没有, 这个普网模是吧, 这是不是可以接上啊, 看见没有, 就从这开始到这结束嘛, 下一次, 还从这个结束的位置开始嘛, 拉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有可能记录了, 你跟log表说记录了个事件啊, 有可能记录了那个位置啊, 好吧, 好吧, 啊, 你说这个啊, 这和他, 他和他没有对上, 这个是对上的, 哦, 这个你又是这个, 732是吧, 哦, 这是增量备份是吧, 增量备份每个检查点, 都是从第一个开始检查, 往上对比, 知道吗, 嗯, 只是一个对比, 它里边怎么写这个逻辑的, 我们先不那个什么, 不想就, 好啊, 我确实这个没有, 就生用研究, 要想生用研究还在看上的官网, 到底这个东西它怎么用的, 啊, 这对看他人也有用, 你不可能, 不可能就改变它呢, 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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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